大家好,我是Richard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下 在你20多岁,30多岁 你开始有你的一点闲钱之后 你如何进行投资,如何进行理财 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 我利用互联网生意 利用亚马逊FBA赚到我的第一桶金 然后亚马逊FBA这个生意 也是持续性的在发展 我还有自己的一个课程 自己的培训的课程 教别人如何做亚马逊FBA 当然这个生意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我手上的钱也越来越多 闲钱也越来越多 然后我想谈一下如何 我是如何投资我的钱 如何进行一个理财 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的银行卡里 从来都只有 从来都不会超过五位数 因为我爸妈在大学的时候 我爸妈给我生活费 也是一两千一个月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 工作也是几千块钱 我的银行卡账户 从来都没有超过五位数 对吧 但是现在就是过了三四年 现在你能知道互联网的机会是 互联网生意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你能在开始做生意之后 十倍一百倍一千倍的 扩大你的收入 增加你的一个存款 首先最大的一个投资理财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能听到新闻里面 视频里面 然后听到资料里面说 你如果不把你的钱利用起来的话 你每年一个亏损 一个通货膨胀 你会损失2%到3%的钱 然后你就担心 你就害怕 就把钱全部投入一些 你完全不懂的行业里面 就好像中国股市 美国股市 你投入这里面 然后投入这里面之后 然后这就是你对这个行业一点都不了解 你不了解股市如何运作的 导致你最后说可能很多人亏掉大部分的钱 甚至全部的钱 大家都知道巴菲特说过一句话说 如果这个行业你不懂的话 你就不要进行一个投资 是吧 特别是这个投资 你是完全控制不了的 你没有 你完全控制不了股市 股市说跌就跌 跌成 跌成零了 你也控制不了 把你的钱全部亏完了 你也控制不了 要选择一个行业 你能控制的 对吧 你能自己做出努力 自己能控制的 就好像 从我自己的经验和看 看了非常多的财富 理财 白手起家 那些生意人的一个自赚里面 我看到 没有一个人通过致富 通过这种途径来致富的 你最好投资的地方 就是 你现在如果有闲钱的话 最好投资的地方就是你自己和你的生意 你要把你的钱投入到你的生意里面的话 你能控制生意的风险 能控制你的行为 你能做出努力 所以说 投资在生意里面 有的人说投资房产的 在中国你问任何一个人 都会告诉你去投资房产 对吧 那么高明的一个投资决定 那么好的一个理财决定 但是你把你所有的钱 所有生意上面赚的钱 全部投资房产 付了首付之后 你没有现金再流露你的生意了 你生意没有钱 你很大一个情况 你就会越做越差 你投入 你付了一个首付之后 你每个月要付一万人民币 两万人民币的一个月供 你保证你每个月 能生意能越做越好 能付得起这个月供吗 对吧 后来说 可能你付不上月供 房子被拍卖了 你损失了大部分 你的大部分的钱 损失了 这 这不是没有发生的 这随 随时都有在发生 那有人说 那不投资房产了 投资比特币 今年比特币很火 对吧 菜市场卖菜的大叔大妈 都知道比特币了 都知道虚拟货币了 你觉得会是一个 先进的一个投资方式吗 先进的一个理财方式吗 比特币今年 今年比特币 在早些时候 冲到六万美金 六万美金一个比特币了 很多人说 它肯定会冲到 十万美金一个比特币 然后 但是 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在六万美金的时候 入场了 投资了你全部的一个 一个存款 然后 然后 然后特斯拉老板 马斯克说 说比特币挖矿 挖比特币 太费能源了 然后 他说了这句话之后 比特币 迅速的掉价 然后现在只掉到 三万美金一个 直接掉了一半 你想想 如果你投资比特币的话 你的一个 一个存款 一个投资的钱 直接掉了一半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说 当你有一个 你开始做生意了 你有闲钱了 你赚到钱了 赚到 赚到一万人民币 你有十万人民币 一百万人民币之后 我的建议是不要投资 不要去做理财 不要把这些钱投入一些你不知道的行业里面 把这些钱记录 继续投资你自己 投资在你的生意里面 就是说这样子 你自己能控制的一个生意 对吧 能控制的一个风险 你的ROI 你的一个成长 对我来说 我肯定会比比特币的一个投资回报率 比房子投资回报率都会高非常多 投资你自己 那我的终极的一个投资目标是在 在我赚到说 有很大一笔钱之后 我才会去想投资 很大一笔钱之后 我才会去想理财 比如说在起码有几千万人民币 或者一亿以上 几亿的人民币之后 我才会去投资一些 重资金的一些项目 就是说一般人很难进入的一些项目 那到那时候我才会去想投资 到那时候我才会去想 会去想理财 所以我现在不会想很多说 我要怎样理财 我手里的钱 要去投资什么其他的项目 我不想让它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不想去研究股市 我不想去研究比特币 我这些都不想去 太多了人手里面有一个几千块钱 然后几万块钱的闲钱之后 他们就非常担心说 每年2%的一个通货膨胀 然后想投资这个投资那个 我的建议是你投资自己 投资自己的生意 让你的生意说达到10倍100倍 而且是你能控制的 你能努力的 就是我的想法 也是我理财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现在我全部的钱 要么是现金 要么是我亚马逊FBA里面的库存 是我的一个货值 我会用这些钱 然后来发展我的亚马逊FBA的生意 发展我课程 把我的课程做得更好 发展我课程里面的生意 然后发展把视频做得更好 这些都是我钱的一个去处 我没有想说要去投资 什么其他的一个生意 没有想说要在深圳买房 这都是我现在没有想的一件事情 把你手上的钱 投资在你自己的做生意上 投资在你自己上 投资在课程上 帮助你做生意成功的 投资帮你找一个导师 能帮助你说做成功 某个生意的 就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亚马逊FBA的话 然后可以让我成为你的导师 OK 那这个视频我就解释一下 我是如何进行理财 我是我对理财的一个看法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想看到更多的 关于亚马逊FBA的内容 生意思维的内容 互联网生意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喜欢一下这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